年轻女孩意外发现自己外出打工的父亲竟然有另一个身份 眼前的阔老板不是别人 正是离家二十年的父亲赵建国 他的父亲一直说自己穷困潦倒 为什么有了钱却不肯依尽还乡 父亲不回家不是为了省下路费 而是因为早已有了新家 母女得知真相之后又会怎样 穷父亲变富豪之后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5年10月的一天 打工妹小娟穿得漂漂亮亮的 给同车间的好姐妹当伴娘 当晚婚礼在一家大酒店举行 按照当地的习俗 婚宴开始之前 伴娘小娟要陪着亲人一起 在酒店门口迎接客人 然而小娟怎么都没想到 正是这次婚礼让她发现了一个 隐藏了近二十年的秘密 婚礼快开始的时候 小娟看见酒店门口 来了一辆豪华轿车 车上下来了个中年男人 这个男人是穿着笔挺的西装 老板派头十足 同来的还有一位漂亮女人 满着男人的手臂打扮非常入实 看到这个男人 小娟感到自己的心啊 跳得突突突突的 非常厉害 好像就快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因为这个男人酷似自己的父亲赵建国 不过这眼前的男人一看呢 就是个有钱老板 怎么可能是自己的父亲呢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要奇怪了 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了 小娟看见了一个和自己父亲长得相像的人 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呢 而这还要从小娟的父亲二十年前外出打工 开始说起 说起来 小娟的父亲在她六岁那年外出打工 当时妹妹只有两岁 父亲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印象当中也只回来过四五次 电话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打 每次小娟问父亲 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父亲都说 他在南方某城市一家纺织厂打工很辛苦 要赚钱供两姐妹上学 这来回一趟要转好几次车不说 路费钱也是钱得省下来 父亲最近一次回家 算起来都是四年前的事了 当时妹妹生了急性肺炎 高烧了三天三夜 母亲急坏了 好不容易托人联系上了父亲 父亲这才连夜赶到了医院 陪护了好几天 直到现在 小娟都非常清楚地记得 父亲当时穿着一件很破的夹克衫 这腿上的牛仔裤啊 磨得都发白了 背包也是很廉价的那种 看样子过得很不好 陪护的那几天 父亲就卧在病房里当折叠床上 整个人的感觉很是苍老憔悴 等妹妹高烧一退 父亲就又走了 这一走就是四年 期间父亲来过一次电话 小娟提出来说 想到父亲所在的南方某城市打工和父亲在一起 父亲啊 却坚决反对 要小娟安心留在老家等她回来 之后不知为什么 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亲戚朋友打听了个遍 都说不知道 三年前 小娟来到南方某城市 是一边打工 一边打听父亲的消息 可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却始终没有音讯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娟都会想 父亲在哪呢 这二十年 他都在做些什么 都说父女亲情 骨肉怜心 他为什么有家不回 妻女不问呢 多年未见自己的父亲 如今竟然看见一个 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小娟忍不住想要问问 那个人究竟是谁 眼前这个有钱的大老板模样的人 会是小娟多年未见的父亲吗 婚礼开始之前 小娟忍不住跟新娘打听 说刚才这个男人是谁呀 坐着豪车 派头十足的那个人 新郎是另外一家工厂的销售经理 结果话说 他是我老板李淑梁 旁边那个女人 漂亮吧 是老板娘 两个人还有一个儿子 已经十六岁了 在英国读书 我们李老板啊 白手起家 如今算是事业家庭双丰收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听完这话 小娟松了口气 心里的疑虑也彻底打消了 父亲的名字叫赵建国 而这有钱男人叫李淑梁 别说名字不同 连姓氏都不一样 应该也只是长得比较像而已 婚礼很快开始了 场面十分热闹 不知为什么 小娟的眼睛啊 就忍不住盯着坐在主桌的李老板看 并且是越看越像自己的父亲 之后小娟随同亲人一起来到主桌敬酒 只见李老板站起身来 笑着连声说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 这熟悉的声音还有口音 让小娟的心头一紧 接着李老板仰起脖子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 而就是这个动作让小娟清晰的看到 李老板的脖颈右侧有一粒朱砂痣 和父亲赵建国是一模一样 小娟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她迟疑的问 你是 你是赵建国吗 只见李老板正住了 对着小娟是上上下下一番打量 脸色突然一下子变了 说小娟 是小娟吗 你怎么来了 原来啊 眼前的阔老板不是别人 正是离家二十年的父亲赵建国 小娟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个时候 赵建国旁边的女人坐不住了 铁青着脸蹚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气呼呼的说 你看看你看看 穷丫到早上门来了吧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真是造孽呀 说完 转身就走 赵建国立马追了出去 留下小娟和在场的人们 面面相觑 见父亲要走了 小娟急了 连忙追了出去 可脚上穿着高跟鞋 跑不快不说 还摔了一跤 等小娟追出了大门 父亲和那个女人啊 早已上了豪华轿车 是扬长而去 任凭小娟在后面怎么哭 怎么喊 怎么追车子都没有停下来 小娟彻底明白了 父亲早就抛弃了母女三人 父亲不回家 不是为了省下路费 而是因为早已有了新家 这么多年 父亲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欺骗 这一刻小娟的心里 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怨恨和屈辱 知道在朋友的婚礼上 自己认父亲的事情 肯定引起了众人的议论 小娟没有再去婚礼现场 而是独自回到了工厂的宿舍 小娟躲在床上 回忆起这二十年来 他们母女三人的苦日子 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 只能留在家里种点口粮 家里没男人 老房子年久失修 早就不能住人了 母亲直到现在 还记住在自己哥哥 也就是小娟舅舅家里 而最让小娟寒心的是 因为母亲没能生下男孩 爷爷奶奶对母女三人 也是冷眼相看 不用说接济接济 就算主动上门 老人家也明摆着不欢迎 这久而久之 关系是越来越生疏 这些年 要说父亲唯一尽到的义务 就是每个月准时 寄来生活费和学费 也只够母女三人的基本开销 自从四年前突然中断了联系 连生活费也断掉了 也有人偷偷告诉小娟 说她父亲早就在当地成了家 可小娟就怎么都不信 她觉得父亲是不会抛下 他们三个人不管的 父亲不回家只是因为穷 可现在看来 父亲抛起母女三人不说 还偷偷的娶妻生子 过上了好日子 在想到婚礼上 父亲几年没有见到自己 居然话都没说 转身就走 小娟心里就更难受了 她决定要当面问问父亲 为什么要抛弃妻女 打工女孩发现 自己的父亲不但有钱 而且家外有家 她的父亲为什么要隐瞒真相 父亲却怒气冲冲地说 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白手起家 用血汗换来的 跟你跟你妈有什么关系 真相败露之后 被骗多年的母女会怎样 为自己逃回公道 母女三人一起来到了赵建国工厂的大门口 她拉起了一条大红横幅 上面写着 揭开老板赵建国的真面目 抛妻妻女找小三 现代版陈世美 哭诉责问 被骗多年的母女能否讨回公道 穷父亲变富豪之后 正在播出 第二天 小娟就拿到了父亲的手机号码 不通了电话 她声泪俱下 要求当面谈谈 想不到父亲只回了一句 说你想干什么 之后就匆匆挂线 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小娟哪看善罢甘休 一周之后 她打听到了住址 就在豪宅门口 将父亲堵了个正着 看到小娟出现在大门口 父亲并没有觉得很意外 可这两条眉毛都拧到了一起 一副巨人千里的样子 小娟愤怒地谴责父亲 欺骗了他们 责问父亲 为什么要这么做 父亲却怒气冲冲地说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老子 我今天的一切 都是我白手起家 用血汗换来的 跟你跟你妈 有什么关系 这人啊 都是有命的 得认命 我劝你赶紧走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 这是一个做父亲 说出来的话嘛 小娟简直不敢相信 气得是浑身发抖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高档跑车停在了小娟的旁边 只见一个女人走了下来 不用说正是破坏小娟家庭的第三者 女人用眼角 嫖了嫖了嫖小娟 十分不屑地说 来要钱的吧 一边说啊 一边从钱家里拿出了一碟百元大钞 就要往小娟的手里塞 小娟是一把推开了女人 说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你是什么人 你是狐狸精 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女人一听急了 说小丫头啊 你别乱说 我跟你爸可是领了结婚证的 小娟只感到头顶的血液 都快涌了出来 可还没等她说什么 两只手臂已经被牢牢地捉住了 小娟发现 自己正被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往车里拖 只见父亲赵建国发号施令 说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又扭头对小娟说 赶紧回老家吧 我再说一遍 别给我丢人现眼 父亲的绝情让小娟彻底失望了 他当晚就打电话 叫来了母亲和妹妹 商量该怎么办 母女三人决定 要和那个欺骗他们二十年的男人 抗争到底 绝不能轻易放过他 三天之后一大清早 母女三人一起来到了赵建国工厂的大门口 不一会儿 赵建国的车子出现了 三人是一拥而上 把车子结结实实的给堵在了工厂的大门口 他拉起了一条大红横幅 上面写着 揭开老板赵建国的真面目 抛妻弃女找小三 现代版城市美 这个情形啊 令赵建国尴尬极了 吓得连车窗也不敢摇下来 只得不停地给工厂的保安部打电话 不一会儿功夫 六个保安赶到了 母女三人连人带横幅给拉走了 就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这个时候正是上班高峰期 工友和路人啊 是里三层外三层 都挤上来看热闹 其实啊 自打前次婚礼之后 赵建国抛妻弃女的事情 已经在工厂里传开了 这下子大家更是议论纷纷 说这老板心够狠的 连老婆和孩子都不管 这改名换姓 怕是被人给发现吧 众人的议论虽然一边倒的 为母女三人抱不平 但是对他们 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这时有位好心人告诉小娟母女 他们应该走法律的途径 为自己争得应有的权利 于是小娟母女三人 来到律师事务所咨询 那么律师会给他们 怎样的建议呢 律师认为 首先小娟的父母 在27年前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他们的婚姻 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而小娟父亲 一直和第三者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两人的行为 都涉嫌重婚罪 当然重婚罪属于自诉案件 小娟和家人有权决定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呢 在财产方面 小娟父亲名下的财产 包括公司的股权 房产 车辆等等 都属于小娟父母的共同财产 第三者是不享有任何权益的 律师还特别提示说 因为小娟父亲 有隐藏财产的行为 小娟母亲既可以提出离婚 同时要求分割财产 也可以不起诉离婚 而仅仅要求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 小娟好奇地问 设计不离婚 也可以要求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吗 这就涉及到了 我们今天的法典 婚内财产分割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1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其中第四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请求分割 共同财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有下列重大理由 切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 一方有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 一方附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 患重大疾病 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有两种情形 可以请求分割 共同财产 那么一种情况是普遍适用的 在起诉离婚的同时 或者在离婚之后 主张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的 而另外一种情况 属于例外 只有存在 法定重大理由时 比如隐藏 转移财产等等 也可以不离婚 而紧紧主张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这样的规定 简然是对权力被侵犯一方 通常也是相对较为弱势一方的有力保护 回到本案当中 小娟夫妻二十年不回家 不但刻意隐瞒了在他乡安家生子的事实 也隐藏了名下的共同财产 属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 一方有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按照法律规定 小娟母亲有权提出离婚 同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也有权不提出离婚 而仅仅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听完律师的解释 母女三人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样的婚姻 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而念及夫妻妇女的情分 他们不想送赵建国蹲监狱 于是小娟母亲没有起诉丈夫和第三者重婚 只是委托律师提起了离婚诉讼 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 法庭上母女三人不停的抹眼泪 小娟父亲始终低着头 不敢多看母女三人一眼 在法庭调查中 经法官询问 小娟父亲终于讲出了事情的 来龙去脉 父亲离家二十年后 全家团聚 竟是在法庭之上分割财产 母女三人会得到什么 小娟母亲分得了一套房子 两辆车子 工厂的部分股权 以及一些存款 可谁知 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后 父亲竟然不肯执行 所幸不理小娟母女 根本就不把法院的调解书当回事 背叛家庭 视法律为儿戏 这个男人会有怎样的下场 穷父亲变富豪之后 正在播出 原来二十年前 小娟父亲只身一人 来到南方某城市打工 起初日子过得很辛苦 打工第三年 她遇到了一位女工友 很快同居 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一切都得到了 小娟爷爷奶奶的支持 因为小娟母亲生了两个女儿 自家儿子可是要续香火的 起初第三者 不知道小娟父亲在老家另有妻小 后来知道了 施加压力 要小娟父亲离婚娶自己 当时小娟父亲对妻女 还是有些愧疚的 并没有提出离婚 而是改了名字 把赵建国改为李淑良 买了张假身份证 和第三者在当地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要说这赵建国不回家 一开始确实是为了省钱 可和第三者在一起之后 为的是两头隐瞒 再后来赵建国还办起了纺织厂 凭着头脑灵活 又赶上了国内服装企业 发展的好时机 生意越做越大 这个时候赵建国想 如果被小娟母女发现了 一定要提离婚分家产 出于利益的考虑 也必须要隐瞒 于是赵建国为父母在市区买了房子 也一再交代兄弟姐妹和之前的朋友 不对妻女透露半点消息 甚至有意和家乡的朋友们断了往来 就这样 赵建国不但自己不回家 还联合亲友对母女三人封锁消息 可怜20年来 母女三人一直被蒙在鼓里 然而这谁家没个大病小灾的呢 四年前小娟的妹妹高烧三天三夜 住进了医院 赵建国再铁石心肠也坐不住了 必须得回家 赵建国是左思右想 只有穿回破衣服 显得穷困潦倒 才不会引起怀疑 于是他脱下了名贵的西装 还专门在工人那儿 动了件破衣烂裤穿在他身上 来到了医院 这才有了小女儿生病住院 赵建国穿着破衣烂衫 窝在医院病房折叠床上的一幕 这一次成功糊弄过小娟母女之后 赵建国明白 日后如果再回来 弄不好就被小娟母女发现真相 于是他就挽起了失踪 然而赵建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竟然在员工的婚礼上 遇见了女儿小娟 要不是这么个意外 她还会继续瞒天过海 最后在法官的调解下 小娟父母达成了协议 解除了两人近三十年的夫妻关系 均分了夫妻共同财产 小娟母亲分得了一套房子 两辆车子 工厂的部分股权 以及一些存款 之后法院做出了民事调解书 小娟的母亲终于分得了应有的财产 事情到了这一步 本可以落下眉目了 可是小娟母女却没有想到 父亲赵建国却耍起了花招 原本说好一个月内去办理财产的 过户登记和存款的转账手续 可一个多月过去了 事情却被父亲一拖再拖 难道赵建国不顾及亲情 连法律也不顾及了吗 小娟母女三人见赵建国这么不知悔改 气急了 决定要让赵建国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律师的建议下 小娟母亲以重婚罪 对赵建国和第三者提起了刑事自诉 而得知小娟母亲告她重婚罪 赵建国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她没想到一向懦弱的小娟母亲 竟然开始反击了 她赶紧找到小娟母亲 表示愿意立即执行之前的民事条结束 把小娟母亲应得的财产还给她 希望她能撤诉 这一次小娟母亲决定 不再姑息赵建国的恶行 坚决不予撤诉 三个月之后 法院分别以重婚罪 判处小娟父亲和第三者 有期徒刑三年 母女三人终于长长的出了口恶气 奋得财产之后 小娟母亲不用寄人篱下 也不再为小娟妹妹的学费发愁 小娟妹妹准备考研究生 继续深造 小娟也没有再回工厂 她重返校园读书 并且专攻法律 打算将来成为一名律师 为更多的弱势群体 争取权益 而小娟的父亲和第三者 因重婚罪坐了牢 才悔不当初 因为缺少对法律的敬畏 让他们终于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而赵建国坐了牢 工厂的生意自然是一落千丈 不少工人辞职 他们说辞职的原因不是老板落难 而是因为老板人品有问题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纷纷釜底抽薪 他们说连原配夫人和亲生女儿 都可以二十年不闻不问 这种人谁敢跟他做生意 观众朋友 小娟父亲赵建国 从一个打工仔 奋斗成为私营企业主 这本来是个励志故事 可遗憾的是 赵建国的人生 却始终被贪欲所主导 因为贪婪 他家外有家不离婚 因为贪婪 他抛妻弃女不出钱 因为贪婪 他无视法律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最终将他送进监狱的 不是小娟母女 而是赵建国骨子里的贪婪和自私 一切有因有果 贪婪最终令赵建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可怜小娟母女三人 法律虽然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但二十年亲情的缺失 却给母女三人造成了无可磨灭的伤害 但愿普天之下 亲情永不缺失 悲剧不再上演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老汉签了拆迁协议 却后悔了 那你要少了呀 老张头 要了一套房子 还外加八百万 为了毁约 老汉儿子给他出了个主意 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智力残疾人士 老汉听了儿子的话 骗来残疾症 打算冒充智力障碍 骗取拆迁款 父子俩的致富计划能成功吗 装智障 反被儿子骗明日播出